那下一頁,今年10月10號,蔡英文蔡總統講了十個堅持 然後柯文哲柯市長,你就說廢話 他講,就是台灣價值,我們講就是中國同路人,對不對?你有說這樣嗎? 內容其實大家都一樣 來來來,下一頁 蔡,來,這個簡單的影片放一下 蔡英文總統講話的實質內容,其實跟我們平常在講的,我覺得沒有什麼不一樣 實質說,我們剛剛會覺得不服氣的就是說,為什麼他講就是台灣價值,我們講就是中共同路人 對,你第一個講,他講的是廢話 你說實質價值,你也都有在講 他講就是台灣價值,你講就是中共同路人,下一頁 我希望你現在站在你的位置上 把10月10號總統講的四個堅持,一字一句不漏的講出來 我告訴你,你既然講說他講的是廢話,你也都在講,你把他的句子 一字一字的把他講出來,唸出來就好了 我跟你講喔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你辦得到辦不到,你說的廢話你敢不敢講啦 我怎麼也不敢講 好,來,時間開始 第一點是這樣啦 議長,時間暫停 我現在只要求他一個事情 議長,我只要求他,把這個四個堅持念出來 他如果浪費時間,我就沒辦法跟他講這個 我只要他講四個堅持 你居然認為他是廢話,你把他念出來 不是,我跟你講喔 這裡面一三四都會 他講廢話,你為什麼不敢講 我怎麼不敢講 好,你開始唸 時間開始,開始唸 我不需要當一個小學生,讓你老師來知道 沒有嘛,你說他講廢話,你現在又變成小學生 我跟你講喔 中華講的四個堅持,你完全不敢講 我怎麼不敢講 我跟你講喔 堅守民主自由 我,好,好,好,你敢講 敢講不敢講 我怎麼不講 來,講 我跟你講,其實你們要講那個 中華民國和台灣 中華民國不符合歷史 那他什麼困難 來,趕快 來,我跟你講喔 我台主市長,不需要給你當小學生教育 你就不敢念 你說總統講的是廢話,你就不敢 我跟你講,你要講 重點不是要講這個 重點是他有沒有做 重點是他有沒有做 這個,你如果一字一句不敢做著唸 你告訴我他是廢話 哇,他...他...他... 來,你這樣 每個人有,每個人表達的問題 來,趕快唸,不要廢話 我為什麼需要跟他一樣 跟我廢話了一分鐘了 沒有,我不需要跟他一樣 你知道嗎 總統講的不是廢話 總統講的廢話,讓國台辦都跳起來 你現在跟我講了一分鐘的廢話 我還有六分鐘 你要繼續講六分鐘的廢話 還是把它唸出來 我為什麼要照你的話做 沒有嘛,你自己說人家講的是廢話 我跟你講 你敢講人家廢話是我叫你講的嗎 他說的跟他做的一樣嗎 一樣啊 民主自由 OK,用廣軍治國,用退役治國 是民主自由嗎 黨政軍退出媒體是哪一個國家的... 議長,時間在裡面 好,那個市長,來,人靜一下 來,繼續,繼續執行 念 如果你不敢念,你就跟總統道成 人家講什麼廢話 我跟你講齁,不以為就因為他這個廢話不想念 你講的才是廢話 你從剛剛七分鐘到現在一直講廢話 廣軍在台北市政府跟你開會 我跟你講齁 你告訴我,四個堅持趕快唸 四個堅持趕快唸 四個堅持趕快唸 實質內容我們都同意啦 來,我告訴你 你就把它唸出來 我跟你講齁 如果 我本來今天的要求是這樣子 我沒想到你才沒教士 我本來以為你今天在議事廳會唸出來 我本來要要求你在雙城論壇 那今天的姊妹是重申台灣的價值 我告訴你 你不敢啊 你叫小拜啊 民主自由是每一個人要表達的 我告訴你 來,下一位 台灣要堅持自由民主的 你跟我浪費了四分鐘 我告訴你 蔡英文的四個堅持 不是廢話 我就笑你柯文哲不敢說 我跟你講 你柯文哲的講話 我們為什麼要重誤他講的話 是針對一國兩制什麼都不要講就好 針對香港的仿送中 你說說 香港到台灣旅遊太多被污染 就是這樣啊 這就是你柯文哲的台灣價值 沒有啦 我跟你講齁 你們不要這種斷章曲域 我沒有斷章曲域 話是你講的 你說總統講的話是廢話 我要求你把廢話跟台灣價值重裂一次 我如果認為他是廢話 為什麼要重誤 沒有啊 那我覺得你連這個都不敢講 你連這個都不講講 你說他是廢話 你講叫做 中共同路人 你現在就不敢講啊 我給你一個洗白的機會 你都不敢啊 你到現在給我廢話 來下一個 我跟你講 我給你看出去 你就是 不是啦 我不需要去重復蔡英文講的話 你說你想要擺脫中共同路人 我今天給你機會 你又不敢講 我跟你講齁 台灣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 不要幫我廢話 試個堅持念出來 我就相信你現在講的 我跟你講齁 你是不是廢話這麼久 我不是 你不是小學老師 我也不是小學生 我也沒有幫你講小學老師 廢話是你說的 時間暫停 我台大教授 我跟你講 柯文哲繼續 這樣子 我台大教授 沒什麼叫你教 然後呢 台大教授就很了不起嗎 你只是讓人家看不起台大教授 你這樣欣賄就是 我跟你講 你不要得罪一口票 台大教授 我跟你講 我是你啊 是因為你讓台大教授被歧視 沒幾年 五 六年這樣 我覺得他這次的處理 是完全的扣分 他完全沒有幫到蔡總統 他昨天扮演那個豬隊友的角色 因為你昨天這樣的一個 沒有水平的諮詢 變成今天藍臨太好發揮了 你根本就送禮物過來 這個是 但是又減蘇培我們大家 就當民意代表這樣子 有時候會同台或什麼 我覺得昨天他那個是真的是 我沒有看過這麼 他到底怎麼突然你丟臉啊 我真的不曉得在幹什麼 因為如同剛剛佑正講的 你根本沒有問到重點嘛 對啊 就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 也可以說是這個門戶大開 漏洞百出 你青菜拔也拚昏 你去問這題 而且佑正我必須講 他問的這個方法 就是你剛剛破題講的 你根本是紅衛兵的問法嘛 你這個是憲蔡總統於不義啊 民進黨又因為這樣 民進黨是完全執政 不管說中央地方 特別我們講台北市議會 台北市議會新潮流 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台北市議會民進黨 也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啊 是每個人都這樣質詢的話 那我們就是獨裁國家了 好 譬如說這個 這個新北市議會的這個 譬如說何博文 他也這樣問侯友宜 因為你給我背四個堅持 如果每個民進黨的議員 都像減蘇培這樣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快變成北韓了 就你一個人這樣搞的時候 就是你減蘇培 你就是應該去做挺損的動作 因為沒有人出來挺他嘛 也沒有人跟著他一起起舞嘛 我在想說綠的挺得下去嘛 這實在是有點有點 還真沒人出來講話 有點困難 因為你這個問法 其實根本沒有打到柯P 你反而幫了柯P啊 那大王文三裸弱的 只是要找反科的跟挺英的 這樣沒10%嗎 一定有啊 而且他是女的耶 對啊 你去看民進黨有沒有女的 所以減蘇培要當選的邏輯 非常簡單 他只要 婦女票 然後挺英的 反科的 這樣就當選啊 所以他就是在挺英反科啊 是啊 對啊 是啊 本來就是這樣啊 本來就是這種邏輯而已嘛 而且你要出色啊 要當大家看到你啊 所以就 所以他才趕快 對嘛 所以這種完全是卡位式的質詢啊 你知道嗎 他的目的並不是要市政質詢 而是要卡位嘛 要讓大家記得我嘛 簡蘇培就跟著上陣 要求他講四個堅持 蛤 那逼著柯文哲講政治 少談市政的 不就是你們民進黨議員 是元凶和罪魁禍首嗎 這是不是做賊喊抓賊呢 讓柯文哲天天講政治 結果他民調第一 正好是符合民進黨的打算 那麼實際上 像我昨天質詢指什麼呢 我們乖乖質詢市政 為警察爭取福利 所以如果要就市政上 要去批評柯文哲 其實問題很多 在昨天很多人 光是花博打疫苗 就把柯文哲罵到臭頭 所以你就算要黑科 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黑他 很多市政都可以去批他 好 那麼人家就講說 哎呀這個新黨啊 以前或是藍營過去不是反共嗎 怎麼現在好像立場變了呢 沒有過去反共反什麼 反文化大革命 那麼文化大革命現在在哪裡呢 現在在台灣 就在民進黨這邊上演 活生生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們當然最先要反的 就是塔綠班了 大家看新黨的我質詢市政 結果民進黨的在搞文化大革命 但奇怪了 到底哪一個政黨 比較接近共產黨 當然我們也不要侮辱共產黨 所以實際上我也不懂 去質詢意識形態 或者純粹質詢兩岸關係 到底對台北市民 對台灣市政 有什麼樣的好處跟利益跟幫忙 沒有嘛 大家分析很好 他其實就只是為了個人的選票利益 在做考量跟做計劃 所以他完全不是為了市民福利耶 好好的質詢時間 你可以為市民爭取權益 或者你也可以就市政上來做監督跟批評 都沒有你炒作這件事情 不過就是秀出你超級的 這叫挺英科黑 可是實際上 對人民沒有實質上的幫助 那如果這個樣子就能夠當選的話 也只能說明了 果然塔綠班的支持者素質如此低落 那麼他所秀出來的就是讓人覺得說 哎呀不行 這已經違反到我們的生活的一個底線 或者是我們對民主自由的一個底線了 那蔡總統這樣子的所謂四個堅持 就是堅持網軍治國 堅持黨不犯錯 堅持控制媒體 堅持雙重標準 我如果是柯文哲我就把這四個念一遍 而且在昨天 其實柯文哲他並不是說完全不講 他其實有稍微講一句 比如他一開始講說他第一點怎麼樣 然後就被減速被打斷 他有說就互不隸俗 就被減速被打斷 他有說台灣是一個自由獨立 然後就被打斷 所以其實搞不好柯文哲講出來的話 跟蔡英文講的話是一樣的 或者差不多的 但因為被減速可以打斷 那麼這樣的一個做法 實際上也不符合我們認為理想的一個質詢 所以我認為啊 未來我們就是應該人人都要發行蔡語錄 好不好 早上起來呢 我們就必須要天天攻讀四個堅持 這什麼呢 要先念誓詞 而且最好還要先摘戒沐浴 如數幾天 啊 蔡主席神無比 塔綠班最無敵 招念蔡主席 目念蔡主席 民主自由殺政敵 仇勇發財舉律旗 我們呢必須要全面奉行蔡主席的四個堅持 要堅守蔡主席捍衛的民主自由 要打倒國民黨民眾黨 一切牛鬼蛇神 你是蔡語錄吧你 這蔡語錄我都把你編好了 還帶一個小本本在身上 如果有人講說 你看我也很會背啊 立刻拿出來小本本拿出來 紅色的打開蔡語錄 你看到時候如果我們人人抽查 突然問到侯漢廷 侯漢廷會不會背 我也會背 我會背什麼 我會背 勞工是我心頭最軟的一塊 我會背 你們要去自立自強啊 對吧 那像我這種呢 糟糕了 還有謙卑再謙卑 對對對 所以在2015年反克綱的時候 當時就很多的高中生被煽動 大家記不記得有一個新聞是 家長到現場要求小孩趕快回家 結果小孩呢就現場推打父母 說我在這邊捍衛民主自由 你為台灣做什麼 那個是 我知道那是什麼時候的新聞 2015年 收大關的弟弟 對對對 那是什麼 那是問什麼事情 就是反克綱 對對對 反克綱 所以在那個狀態之下 就讓他群情社會輿論嘩然 因為這充分的落實驗證的那一句話 叫所謂爹親娘親都不如蔡主席親 就是這個程度 那未來我們還要放任這種狀態持續延燒嗎 我已經在台北市議會準備要提案 提什麼案呢 就是說既然大家都認為四個堅持如此重要 那麼柯市長又背不下來 所以我認為台北市應該要把四個堅持 就貼在台北市大門 要貼在台北市議會的大門 而且要發函台北市各國中小好不好 就每一個班級都把四個堅持貼上去 就到蔡主席的任期結束就可以了 那如果民進黨的議員戰歌 你就是不愛蔡主席 你就是不愛台灣好不好 到時候我們這個提案要通過的時候 再看看到底要怎麼玩 所以最後我覺得還是用一首歌來表達 我們對民進黨的這個支持 以及對四個堅持的一個理解 是什麼呢 民進黨好民進黨好 台灣獨立建國人民地位高 國民黨被打倒 死怕穩著夾著尾巴套跑好聊 蔡主席和大團結掀起了抗中包 台地建設搞好潮好建設搞好潮 誰要反對蔡主席就砸爛他狗頭 我會不會被打倒下 這可能會不會被打倒下 我會不會被打倒下 我會不會被打倒下 我會不會打倒下 我會不會打倒下